大家好,我是马丁,今天给大家带来 明日探科团TV版第196集 海外吃饭版第211集 看不见的凶器,小兰的初次推理 这一天,小兰和原子相约去吃王子饭店游泳 熟悉原子的人都知道游泳只不过是个幌子 找男人才是真的 当两人走上一条长长的斜坡时 前方突然有一辆开出S型路线的汽车朝他俩撞来 幸好小兰反应迅速,带着原子闪到了一边 与此同时,驾驶员也醒了过来 及时踩住了刹车 为表歉意,车主特意请小兰他们去酒店喝杯饮料 从聊天中得知,车主名叫吉野千惠,已婚 在靖港的花艺设计学校任教 今天在上班的途中突然接到休克电话 因为他老公的公司就在这附近 所以两人约好一起吃午饭 没想到车开着开着他又睡过去了 差点酿成大祸 不知为何,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感到头晕头痛 去看医生,医生说身体没有问题 可能是天气原因 因为最近天气忽冷忽热 加上他每天开车往返背护阵和靖港 导致身体疲劳过度 碰到休息日或者平时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 情况就好很多 这时,千惠的丈夫吉野明夫出现了 得知千惠又犯病差点撞上小兰他们后 先替千惠道歉 接着温柔体贴地询问千惠的身体状况 见状,很有眼力劲的原子觉得是时候告辞了 临走前,千惠还邀请投缘的小兰和原子有空到他家玩 与此同时,走在前头的明夫被前台的小台阶绊绊了一下 差点摔倒 奇怪的是,并没有提醒在后面经常头晕头痛的妻子千惠 与之前温柔体贴的形象判若两人 而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小兰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之后,在餐桌上 小兰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毛利不以为然 认为小兰大惊小怪的 换作是她的话 她也不会放在心上 更不会想到提醒这一回事 话是这么说 但小兰还是觉得不对劲 因为真的在意对方的话,一定会提醒的 例如,园子被办后,就马上回头提醒她了 如果心意在场的话,也不会置之不理的 于是,她决定去千惠家 将千惠经常头晕头痛的原因调查清楚 之后 小兰、柯南和园子三人一起来到了吉野家 吉野家是一栋刚刚建好的别墅 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 屋内被女主人收拾得井井有条 小兰和园子赞叹不已 千惠表示 房子好是好,压力也不小 如果不靠他们夫妻俩一起打拼的话 4000万日元的房贷恐怕很难还上 为了房贷 还特意辞去在市区的工作 去到薪水较高的进港学校任教 这就导致喜欢车子的民夫没什么机会碰到车 情绪有点低落 为了排解这种心情 她现在每天早上都出去走走散散心 俗话说 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 这不 千惠聊着聊着就情不自禁地 踢在保险公司上班的丈夫拉业务 并表示 为了增加说服力 也为了民夫的业绩 她丈夫还让她投保了一亿日元的保险 听到高额的保险金 小兰心里咯噔一下 立马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从问询中得知 千惠是从半个月前 也就是房子刚装修好的时候 开始出现头晕头痛的症状 众所周知 房子装修好后要开窗通风一段时间 但千惠他们并没有 因此 柯南猜测是不是屋内空气污染 比如甲醛引起的 千惠思索片刻 便否认这个原因 因为建房子的工程公司 是民夫的朋友 她还特别交代过对方 千万不要用对人体有害的材料 谨慎的小兰觉得 还是让园子找专业人员 来检测一下比较妥当 一是施工方为了节约成本 可能会偷工减料 二是民夫有杀漆骗宝的嫌疑 只要利用众多空气污染物质的材料 搭建新家 再让千惠开车到远在近港的学校任教 就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千惠意外身亡 第二天 专业人员带着专业的检测仪器 来到千惠家 准备将家里的每个角落 都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 在此期间 民夫照常出门散步 柯南悄悄跟了上去 只见民夫走进一家汽车店内 细细的抚摸着其中一辆车 看得出 他真的很喜欢那辆车 民夫一离开汽车店 柯南就溜了进去 恰好听到两个销售员谈论此事 他们认为民夫买车的概率很大 这一单十拿九稳了 柯南一看价格 不久之后 检测结果出来了 不论哪一个房间 检测出来的数值 都远远低于正常值 说明房子是绝对安全的 看到这个结果 小兰忍不住怀疑自己的推理能力 不过下一秒 柯南就给了他信心 从汽车销售员的对话中可以得知 民夫有意要买一辆价格昂贵的进口车 但他现在还欠着四千万的房贷 哪里有多余的钱买呢 思来想去 只能打千惠保险金的主意了 房子里又测不出任何空气污染物质 食物也是千惠亲手做的 那他又是如何动得手脚呢 带着这个疑问 柯南和小兰分别在自己的房间里冥想 柯南将按键重新梳理一遍后 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不过他并不打算标晕小兰 而是一步一步的提示他 让他自己找到答案 如果是家里有问题的话 那他休假在家的日子 正常应该更明显的对 但事实与之相反 说明问题不在他家里 而是在别的地方 可能是学校 也可能是在去学校的途中 经柯南这么一提醒 聪明的小兰瞬间恍然大悟 小班们 你们知道 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第二天早上 明夫照常出门散步 照常钻进车里 喷了点东西 还自以为和以前一样 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殊不知 这一切都被柯南和小兰看在眼里 难过的小兰 学问明夫刚刚放进口袋里的是什么东西 死到临头的明夫强行解释道 只是一瓶香水而已 看着现在还不知悔改的明夫 小兰不由得为千惠感到难过 她估计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每天上班开的汽车的空调 竟然被自己深爱的丈夫 喷上了看不见的凶器 也难怪她碰到不上班的日子 或者不需要开冷气的日子 头晕的症状就没那么明显 经过警方的调查后发现 那瓶喷剂里面 缠有稀释过的有机盐酸农药 原来明夫恶意盗用了保险公司几千万公款 为了填补这个窟窿 又为了买新车 于是就有了这起惊人的杀妻骗保计划 之后千惠与明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恢复了本性 将房子卖掉后和朋友开了一间花坊 间花艺设计公司 日子过得哄哄活活 一旁的柯南表示 女人重新站起来的速度真快 小兰能因路面不平这个小细节 就怀疑明夫也不简单 颇有她的风范 以上就是明日和柯南看不见的凶器小兰的初次推理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里奖故事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